再过一天就是农历2月2号 也就是土地宫的圣诞 吉安乡公所13号的上午特别举办了 慈云山殡葬园区土地宫诞辰祭 神像幻星庄的祈福祭祀活动 是由吉安乡长游淑珍以及各界代表 共同的开枪祈福 提前为土地宫来祝寿 祈求乡运昌龙护佑全民健康 清明节就快到了 吉安乡慈云山上在13号一早 就涌入不少民众前来祭祖扫墓 其中最亮眼的就是在环恩堂旁边的土地宫神像 这次是换了新衣呈现出崭新面貌 对 因为它是黄色 你觉得它换新装之后感觉怎么样 比较醒目而且比较亮眼 对 而且感觉更慈祥 再过一天农历2月2号就是土地宫圣诞 吉安乡公所13号上午特别举行 慈云山殡葬园区土地宫诞辰 祭神像换新装祈福祭祀活动 由乡长游淑珍及各位代表归宾们 共同开箱祈福 提前为土地宫祝寿 祈求乡运昌龙护佑全民安康 我们今天是福德正神的一个生日的前夕 我们给慈云山站在山头上十几年来 为我们守护仙人安养跟我们相亲 一个这样的一个感恩怀恩的守护 我们非常的感谢 今天在他的生日前夕 帮他换上新装 带来整个慈云山上 幸福有感 而且充满了装点这样的一个惊喜 我们希望更适性的建设 包含了我们的礼仪大道 包含了我们的执上墙 我们未来的我们火化炉的改善 等等的工程建构 我们都希望带给我们人生 最后一里路的安养的这样的一个世纪 也开启我们对乡亲缅怀祖先 甚至于感恩的这一份的圆满 我相信我们的殡葬所会越来越现代化 然后让每一个上山来 不管是安置的也好 陪这家属上来的人 每一个人感官都会改变 能够让每一个上来的地方 它不是一个殡葬所的业务 它是一个观光景点 吉安相公所为了防堵新冠疫情 在勤明期间提供了 分流祭祖的便民服务 在纳古堂的部分 是从上午8点至下午5点开放祭祖 假日及午休时间也不打烊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而殡葬所长刘美智 也呼吁要上山祭祖的民众 必须要做好防疫自主管理 除了维护自身健康 也能确保自身安全 记者许丽琴 吉安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